这是影史上几乎评价最高的恐怖片之一 除了他的编剧是大名鼎鼎的史蒂芬金之外 还有他几乎让所有人都震撼的结局 看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打着恐怖惊悚的名号 但却是人性的反思和人类的自我嘲讽 在一个暴风雨刚侵略完的小镇上 大卫带着儿子正在超市囤货 突然小镇的防空警报声响起 超市的所有人好奇地看向窗外 一个浑身是血的老人 飞快地朝着超市跑来 老人慌乱地大喊 屋里有吃人的怪物 他的朋友已经被怪物吃掉了 老人让他们关上超市的大门 但是有人偏偏不信邪 这个男人冲出人群想要回到自己的车上 此时浓厚的迷雾迅速扩散开来 超市里的人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跑到车上的男人痛苦的惨叫声 这让众人都吓坏了 赶紧关上大门退进超市 没人知道迷雾从何而来 有人说是化工厂发生爆炸了 还有人说是死神来了要惩罚人类了 未知的恐惧下 没有人敢再踏出超市一步 除了这个坚持想要回家的女人 因为他告诉众人 他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没人照顾 最大的那个才八岁 他恳求希望众人能够送他回去 在他的阴气目光下 所有人的头都不自觉地低了下来 弱大的超市里突然压雀无声 当他的目光看向大卫时 大卫也以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为由拒绝了 失望的女人留下了一句恶毒的话 随后他直接推开超市大门 略带深意地回头看了一眼众人后 静止地走进了迷雾里 大卫来到超市仓库给儿子拿毯子 来到后舱大卫发现发电机出了问题 继续寻找毛毯的大卫 听到卷帘门传来响动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挤压着门 大卫惊吓地跑回超市告诉了几个店员 但是他们根本不信 几人来到后舱准备维修发电机 故障排查下 发现门外有什么东西把排气孔堵上了 大卫还在继续劝说他们不要开门 结果被店员无情地嘲讽 随即店员小伙便嘲笑大卫胆小鬼的同时 便按下了卷帘门的开关 这时门外的迷雾里一只触手突然出现 直接缠住了小伙的腿 大卫及时地跑过去拉住了店员 但更多的触手伸了进来 大卫急忙呼叫周围的人一起帮忙 但之前嘲笑过他的人已经被吓傻了 只有眼镜赶忙拿起边上的消防服 此时的店员已经被拉到了门口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大卫不想放弃 可是看着触手伸出力爪对准了他 他不得不放手了 大卫时地关闭了卷帘门 赶在门彻底关闭前 大卫也拿起斧头砍下了一截触手 刚刚还在无情嘲讽大卫的人见到危险过去 第一时间跟大卫道歉 大卫直接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了男人 随后他们回到超市里 将刚刚的遭遇告诉给了邻居的黑人 黑人是律师 在当地的影响力比较大 可是黑人却觉得大卫在天方夜谭 劝说无果的大卫只好告诉了所有人 一部分人随着大卫去查看 竟真的在后舱的门口看到了一截触手 并且还是活的 这让他们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回到超市后 他们开始利用所有可利用的东西 来堵住超市前门脆弱的玻璃 人群中一个信奉上帝的神婆 开始趁机宣称迷雾是上帝的惩罚 而被拖进屋里的人就是魔鬼的血迹 黑人律师还在坚持着他的灵性 他煽动了一部分人准备出去求援 大卫也不再继续劝说 而是给同行的一人腰上绑上了绳子 黑人律师带人走进了迷雾里 还没有走多远 绳子就被迅速地绷直 他们也被巨大的拉力拖动 眼看着绳子被拖到了空中 然后突然地断裂开来 等到大卫继续往回拉的时候 绳子上的血迹让众人惊慌 接着他们只看到了下半截尸体 时间到了晚上 一个男人边吃着晚餐边观察窗外 大卫赶过来查看 无数的巨型蝗虫被灯光吸引了过来 这时一只体型更大的怪鸟飞了过来 在捕食蝗虫的铜室玻璃也被撞裂开来 大卫和眼镜也意识到 他们是被灯光吸引来的 刚准备组织众人关闭所有灯光 怪鸟撞破了窗户 虫子们开始蜂拥而入 一个女孩被虫子咬到 很快脖子开始肿砸 不出片刻就没有了动静 超市里乱坐一团 另一个男人刚点燃拖把 慌忙之下踢翻了地上的汽油桶 怪物没烧成把自己裹入火海 大卫这边利用燃烧的拖把成功 点燃了怪鸟 玩火自焚的男人 也被其他人用灭火器救下 眼镜精准地射杀了最后一只怪鸟 终于在众人的合力配合下 突破进超市的怪物被成功清除 活下来的众人陷入到更绝望的情绪里 有人成功地被神婆的话洗脑 极度的恐惧之下寻求信仰的眷顾 被烧伤的男人 希望大卫能够结束他的痛苦 但大卫还想要努力一把 因为超市的隔壁就是药店 他带着他的小团队准备前往药店取药 而这时神婆又站了出来 反对他们的行为会害死大家 甚至会把魔鬼重新地带回来 而且指着被烧伤者的弟弟 告诉他他如果出去一定会死 接着趁机煽动更多的人成为他的信徒 一个老奶奶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也决定跟着大卫一起去寻找药品 有惊无险地来到药店 经过一番搜寻后也顺利地拿到了药 刚准备离开时 他们听到了一阵怪异的声响 抬头一看 药店的所有人都被蛛丝缠在了房顶 恐惧之下 原来是之前超市的一个士兵 他不断地重复着对不起 都是我们的错 希望他们救救他 可是紧接着一阵痛苦的哀嚎后 男人倒了下来 无数的小蜘蛛从他的血肉里爬了出来 声响引来了更多的蜘蛛包围了他们 更糟糕的是蜘蛛吐出来的蛛丝带有剧毒 大卫他们也拿上武器开始了反击 但陆续还是有人阵亡 烧伤者的弟弟也被蛛丝缠住了大腿 大卫他们拖着他迅速撤离 可再次出现的蜘蛛堵住了他们 这个时候队伍里有奶的好处出现了 而烧伤者的弟弟也因为蛛丝上的剧毒没有撑下去 大卫无奈地放下了他 众人成功地回到了超市 可惜的是烧伤的男人还是没能撑过去 有人在极度紧绷之下情绪彻底失控 顺利地被神婆洗脑发展为了信徒 神婆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他们坚信他就是上帝派来的通灵使者 比恐惧更可怕的是无知 大卫他们看着这一幕更加的绝望了 随后他们准备去找超市的其他三个士兵 因为想到药店的士兵死前一直重复的话 大卫猜测他们或许了解迷雾的秘密 可是找到仓库 其中的两人已经上吊自杀了 另外一人被神婆的信徒抓到了超市 在他们的逼问下 士兵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小镇山上的军事基地 基地内的科学家一直都认为有一世界的存在 抱着看看另一个世界的目的 他们打造了一个窗口 可是却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 导致一世界的生物涌入了进来 士兵还在不断地强调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 他只是驻扎在那里而已 可是神婆又开始了他的煽动 他说士兵犯了错还不承认 甚至推卸责任到其他人身上 这是典型的异教徒 信徒被神婆的话所带动 一片混乱之下 士兵被一个偏激的信徒连捅三刀 接着神婆又让教众把士兵抬了出去 他要用士兵来血迹 以平息上帝的怒火 大卫还想要阻止 可是势单力薄的他们也无能为力 士兵被无情地丢了出去 很快一只更大的怪物从迷雾中出现 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哀求后 士兵直接被怪物卷走 而超市内的信徒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他们相信有了忌痞 今晚怪物就不会再来了 这也彻底地让大卫他们下定决心离开 他知道如果到了明天 他们也一定会被当作忌痞 于是趁着天刚亮 他们准备偷偷地离开 可是神婆早已洞察他们的计划 他们偷藏的食物也被神婆发现了 并且他也守在了门口 神婆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信徒也逐渐地包围住了他们 随着神婆的一声令下 大卫他们遭到了围攻 眼看着马上要招架不住的时候 一声枪响 眼镜及时地出现射中了神婆 他的信徒四散而逃 眼镜没有犹豫 继续一枪解决掉了神婆 在他的掩护下 他们成功地走出了超市 可是刚来到停车场 浓密的大物就让他们分散了 眼镜刚打开车门 身后的怪物从迷雾里显现 一把抓住了他 另外走散的三人也遇到了蜘蛛怪 两人被蜘蛛解决掉 惊慌之下另一人跑回到了超市 最后成功进入到车里的只剩下五人了 临走时大卫没有忘记 拿上眼镜掉下的手枪 他先是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可是看到的却是束缚在墙上 早已死去多时的妻子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悲伤 继续上路 一路上看到的景象 也让他们内心的希望慢慢熄灭了 紧接着他们又见到了 这个如参天大树般的怪物 怪物每一步踏下来都仿佛是一场地震 终于汽车的燃油彻底的耗尽 这成为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卫一直坚持的内心再也无法强撑了 他拿出手枪 看着同段鼓励的眼神 他知道他们也早已绝望 可是大卫数了鼠枪里的子弹 他们有五个人 但是子弹只剩下最后的四发了 他习惯性的承受最大的痛苦 这一刻的大卫多么希望哪怕还有一颗子弹 他愤怒地推开车门 冲着迷雾大喊 希望能够吸引来怪物尽早地结束他的痛苦 迷雾中传来声响 大卫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他继续朝着迷雾呐喊 他已经无法继续坚持哪怕一秒钟了 而电影最大的反转 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大卫没有等到怪物 从迷雾中使来的是前来救援的坦克和士兵 还有被救下的幸存者 更讽刺的是之前独自从超市离开的女人 带着孩子也活了下来 迷雾逐渐散去 大卫痛苦地跪在地上哀号 比绝望更绝望的是迟来的希望 所以最可怕的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从来都不是未知的恐惧 而是无法战胜恐惧的内心 你觉得呢